二手住宅樓市跌势佔成 涉釉个案不断 加上市场持续有负面消息传出 银行股价态度趋保守 本部追踪15个主要屋苑27个相关单位 今年9月上半月的网上股价 下清股价 中银香港 02388 共有26个或约96%单位股价向下 以天水为嘉湖山庄单位股价 半个月急插8.97%最劲 中原案揭董事总经理黄美凤表示 银行股价一向滞后 因8月流价走势继续向下之余 跌幅有扩大迹象 这情况在9月的股价才开始反映 即跌幅及速度都见加快 黄美凤指出 不同银行更新股价时间 及使用成交的基础计算有所不同 故制后时间有分别 中银香港因应成交价基础追反楼市的调整幅度 并在9月上半月的股价中反映 他俗称 嘉湖山庄近期平均楼价跌超过一成 所以股价都跌得深些 其他楼价跌得较明显的屋苑有尖沙咀九龙站 南晴天半岛和同区的港景峰及周宇冲太古城等 黄美凤认为 9月楼市再多添利淡因素 最明显是银行家按息 一家就半离 是对楼市的明显利淡因素 同时 第8月有一手新盘 用明显低的开价速销 9月又再有新盘同样这样做 加上9月有政府土地每方尺楼面地价 已同区约九年半身低批出 买家都会要求有较大的减价幅度才肯承接 因现时楼市市由买家主导 故城交价会继续下跌 跌幅短期按月达2% 稍后会在股价中反映 本部追踪15个主要屋苑 27个相关单位今年9月上半月的股价 中银香港股价下调的单位 占26个 下调幅度0 81%至8.97% 加湖山庄景湖居一座高层置室 实用面积546方尺 8月底股价580万元 但至9月上半月的半个月间 股价已急挫置528万元 拆价紧9670元 上述单位8月的股价按月回落1.02% 而7月按月持平 则宇冲康而花圆 H座中层三室 实用面积524方尺 9月上半月股价报800万元 尺价15267元 半个月回落5.1% 该单位8月的股价按月跌1.98% 而7月按月持平 9月上半月中银 香港股价持平单位有一个 其内没有单位股价上调 另外汇丰银行9月上半月有15个单位股价向下 下调幅度0.17%至3.96% 沙田第一乘29座高层置室 实用面积327方尺 9月上半月股价为558万元 尺价17,064元 较8月底的股价581万元 回落3.96% 该单位8月股价按月下调0.51% 汇丰银行9月上半月有10个单位股价按月持平 而其内上调股价的单位 即有两个 半个月股价调升0.43%及0.48% 尺寸